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台湾的高科技业 尤其是以半导体为主 在近来交出了量力的成绩单 整顿它的现况展望它的未来 尤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之下 到底我们的发展前景在哪里 今天我们特别为观众朋友介绍 邀请到两位专家 这也是业界抢手 来 为观众朋友介绍 顺着我左手边来介绍 首先介绍是从业科技集团董事长 郭志辉 郭董事长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继续我们介绍是 彭城科技董事长 卢明光 卢董事长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 台湾如果是半导体的话 其实半导体还分很多不同的领域 可是加一加 至少我们的上市上柜公司 就有200多家 所以我们的产值 根据有关单位的统计 事实上已经占全球的排名 第二 仅是于美国 以这样的量力的成绩 到底其实台湾何以能够走出到这样的成绩 我首先请教我们郭董事长 我个人大概跟台湾半导体业界 跟了四十几年 就是台湾从开始 您的成长奋斗就从这个开始 对 如果没有台湾的半导体 大概没有今天的存在 真的啊 不过半导体是一个非常难经营的一个产业 所以大家在开玩笑在讲嘛 这一半会倒 所以才叫半导体 这样开玩笑 但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可以很清楚 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这样一路走来 当然早期我想我们政府当时有远见 那么在十几年前能够把公园院的电子所成立以后呢 然后把这些精英送到美国RCA 然后去学这个技术 那回来以后呢 设立了这个电子所的生产线 然后spin off出去有联电 然后第二次到台积电 第三到这个世界先进 那民间的业者就 也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崛起 那么都不断的加入 当然有加入有退出 但台湾的半导体至今会有这么靓丽的成果 我想第一个就是趋势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是人才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工学院 合理学院优秀的这个精英 大概都投入这个产业 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产业 所以有这个基生弹诞生剂这样循环 像卢董事长就是精英 所以他就当初选择外商在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业 他以前是得受仪器的 然后出来 然后在有经验以后才加入我们本土的整个企业 最后自己当老板 就是最精英的人就选了这个产业 在我的意思是说在理工科 理工科这一方面 确实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特别 邀请到两位业界的这个领导者 尤其都是半导体业的 除了这个从业科技之外 我们卢董事长现在是彭城科技董事长 但之前您也在中美精细 细精公司 大家最近在谈的是台积电 很抢很抢镜头 大家都提到台积电已经被封为护国神山 因为其实即使以他的这个在美国的股价也好 实际上他的产值也不断的往前 那么是不是由您来看一下 台湾一谈到半导体很容易就会谈到台积电 但实际上我们台积电在我们这个比重当中 真的是举足轻重吗 是的 因为台湾在半导体在全球半导体产业 就如郭董事长刚才提到的 已经是全球第二 那事实上台湾半导体产业 前面先有那个李国鼎政务委员 那由我们那个孙苑贤经济部长的时候 那是行政院长是蒋经国 蒋院长的时候 纳使规划整个科学研究期 还有整个规划整个半导体产业 那当然后来又有张冲谋先生 从美国回来接任工研院的院长 然后再接着下面我们再有spin up出来 刚才讲联电还有台积电 然后有世界先进 然后一路这样来 有了好的经营厂 同样我们又有很完整的那个封装 IC的封装产业 那然后接着又有那个IC的设计产业 然后整接着是有材料 细经营的材料 等于是一个产业非常完整的产业 那台积电现在总市值也在台湾上市公司里面超过20% 那哪怕是它产生了那个整个的产值 也都已经是高达那么高 何以能够居于这么如此领先的地位 因为很多人讲几十年前 连电台积电其实也是都是刚刚一起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崛起 后来就出现了稍微比较大的差距 各自发展了 那这个台积电它是在制程上的领先呢 那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可以领 在台积电有几个很好的特色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提到它有一个非常拙劣的管理 那它从原来张周某先生 从那个德州一期公司 在这里本来就是非常优秀的管理人才 那然后接着台积电一直都有非常创新的技术 那第三呢台积电是有比别人更体贴 更好的客户服务 那再加上台积电又不断的投资跟技术的创新 像台积电现在已经从那个10奈米到7奈米 到5奈米到3奈米 从7奈米以下它都是一路领先 领先那个美国的Intel 韩国的三星 所以它真的是帮台湾整个半导体 整个产业链都带着起来 所以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公司 事实上也是非常注意让台湾觉得非常骄傲 难怪它叫富国神山 我们请教郭董事长 那如果以台积电现在这个 如果说研发的制程 就这么样子的先进的话 可以领先大概多久呢 大概就是先进制程的话 大概刚才我想卢董事长也有讲 大概我们就是领先Intel 领先这个Samsung 我想领先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地方 大概都有两年以上 那半导体两年就是一个Generation 两年就是一个世代 我们是足足领先的一个世代 所以像台积电它这么优秀 我想我们真的要 这个里面最大工程应该 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张忠谋董事长 就是他殿下的基础 他殿下的基础 他一开始就把台积电定为一个国际的公司 那因为他是从TI在TI做到副总裁 然后再到另外一家这个GI的公司当总裁 才回来台湾接工研员院长 然后再去策划 剥划这个台积电 那我们再看说他前八年 他的这个总经理 通通就是他以前的部署 所以他一开始把台积电这个 做得非常有国际化系统的 就像我想我们卢董事长 以前也在TI工作 那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接轨 世界接轨的公司 所以您刚刚在讲说 为什么他连电跟台积电 这个有一阵子是并驾齐驱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大幅度领先 就是说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当总事长又去美国 去招聘了非常多的 我们台湾在美国 或者世界在美国的这一些经营 半导体的经营 把他们导入到这个台积电来 包括在这个RD或者是制造上面 因为这一些人在美国他习惯 这一些沟通的方式 他回来台湾 他在台积电他是 这个跟我在美国的沟通方式是一样 但是他到联电就有点不太一样 联电是比较本土的公司 所以虽然都是工业院出来 但是他比较本土 台积电是所有开会全部讲英文 所有文件都是原文的 所以完全接规 我觉得跟世界完全接规 是一个奠定了台积电今天的基础 是 我们稍微带一下 其实半导体的产业链 它还有分不同的分段 比方说有IT设计 还有晶圆的制造 你们还有IC的封测 那么如果再稍微细分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我们台湾相关半导体的产业公司 其实就有270多 这是登记有案的 其实还有一些是在台湾设立的 比方说我们IC 我们看到联发科 还有高通 晶圆制造 像台积电跟联电是代工 另外重越科技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郭董事长 他们当初有一部分也做设备 然后你们也做制成材料 对 那么前中美金董事长在这里 中美金实际上也是原料 细精原料 那么封测 比方向日月光是封测 另外现在我们说蓬城 也是离散原件其中的一环 不过话说起来 台积电今天立足这么样的稳当 而且还在充实 都还在发展 在这种情况之下 像我们其他的 我们刚刚讲的不同的 它能带动我们其他不同的环节吗 有没有益助或者是 因为只是大家一起 就半淘体业的蓬勃发展 大家一起往前 有没有受惠于台积电 台积电确实是把国内的供应链 带到更加的完整 而且是更加的强 还不是只有国内的供应链 相对的 因为台积电有领先的制程 所以不管在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它都是领先全球 也带动着国外的设备厂商 国外的颜料厂商到台湾来投资 那很明显的是 昨天的报纸上提到 我们郭董的日本信业 就特别在投资了 就是到台湾投资88亿台币 要增加光阻剂的 EUV光阻剂的制造 那同样的情形 你看荷山艾斯摩尔 特别在南科 设立这一个EUV超纸光光科技的研发重心 在培训人才 同样的情形 有美国印材等等 都会陆续带着这些到国内来投资 那国内的统业 不管在做光照 或者是在做设备 或者是在做无程式等等 还有特殊发学器体 这些公司都是国内 都陆续的改进和陆续的精进 那因为服务台积电 接着它甚至可以服务 国际的半导体的其他的公司 所以被台湾的产业是帮忙很大的 好 那么再加上其实大家也注意到 全世界陷入抗疫情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的虚拟的 AI的 科技类的产品上网的 电脑用品 其实都开始上扬 相对于过去几年以前 三五年之前的那种缓步 现在可以看到这相关的产业都在充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半导体业被评估 今年明年都应该还都在持续成长 我们是不是以一个例子 比方说以从业科技来讲 那么比方你们现在这个产业的经营 今年明年 你们的预期也是都有一个发展性的前程 对我们在看就是说因为今年刚好碰到这个 COVID-19这样的一个疫情 所以这个疫情也隔离了很多的国外的客户 国外的供应商到台湾来 但是大家在联络上面势必是不可间断的 所以这一类似这种通讯的器材 就大家都卖得很好 那这个就是半导体 它在这个智慧型的AIOT上面 跟这个IOT上面的连接的应用 更加深了大家的这个速度 就是现在你在看这个新的产品推出来 你看这一次的这个iPhone 12推出来 一下子就被大家booking完了 就是大家还是认为这个好的这个通信工具 这个对它现在也不能到处乱跑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讲说半导体 这个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只死天爱 你虽然在台湾大概 就是除了大家可以见面联络以外 但是海外的人事实上 像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开会 跟海外的公司开会 还是一样就是conference call 就是你今天跟日本开会 跟美国开会 那你也看到有很多的美国美系的公司 像我们的海外公司 它现在不一定要到办公室去上班 它其实在家里居家上班 所以这增加了非常多半导体应用的这些设备 那再来就是半导体应用在这个智慧医疗的部分 智慧医疗的部分 这个将来是非常大的趋势 这个也是我们台湾业子 受惠最多的 这也是我们从业即将要发展的 对 下一个阶段我们当然是发展 大概是在大健康产业 大健康产业 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巴着 智慧医疗的市场 智慧都市 智慧医疗 这个是未来大概 五年十年以后 大概人类的生活会比照现在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prototype 2031年以后的生活 这个跟我们是不可思议 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就是说刚才在聊天 他在讲说 我今天大概想吃什么 或者是想要买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不用直接到店里面去了 我可能就是上网就可以买东西 上网也可以叫东西来吃 这个像这种新的共享经济 也都是因为半导体的盛行 然后让它整个产业带动起来 所以半导体在台湾来讲是 台积电复国神山 但是把我们整个附近的产业链 通通带起来 那为什么会带起来 就是说台积电在研发 先进制程的研发 它是非常快 而且提前布局 所以对让我们这一些 材料供应商也好 设备供应商也好 就能够发展出来 更好的零组件 所需要的技术 像卢董事长 他们公司所做的这些产品 也都是一样 也都是因为有这个领头羊 它也不领头羊 它已经这么大了 所以它真的是给 订单也多 所以对整个台湾来 我想对整个半导银 有非常大的贡献 是 那么蓬城呢 蓬城科技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 二级体供应商 的现况如何 那个蓬城科技是在 现在内栏机 发电机 发电机 汽车内栏机的汽车 发电机里面的整流器 是占了全球超过50%的 market share 但是呢 在未来两年 因为第二第三大 它陆续放弃了 这一个二极体的制造 所以我想在两年内 蓬城又变成内栏机里面的 那个整流器 会占了七成以上 但是内栏机整个的市场 在二零到二零二零 二零三零 那陆续啊 这个燃油车会降低 那相对的 油电车跟电动车 会增加 所以蓬城未来的发展 现在又新建大楼 就是为了 未来电动车 所发展的驱动器 而做的努力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在原有的油电车上 我们提高发展机的效力 所以让公司的营业更好 那但是在这个同时 又为了未来的电动车 跟油电车 赶快做布局 欢迎再回到 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特别邀请到 两届半导体界的 这个领头羊 也是都是领导人 我们首先介绍是 崇岳科技的郭志辉董事长 还有蓬城科技的 卢明光董事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我们知道其实除了 我们台湾自己的 半导体的成就 跟发展之外呢 现在在国际局势上呢 我们也面临有几个变数 包括了美中贸易大战呢 其实美国也出手 制裁华为 甚至华为的影响 所及的相关系统 都受到影响 另外中芯国际 也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人说对台湾呢 是有利也有弊 比方说接华为订单 可能有的人受到影响了 那么但是利弊之间 到底差异在哪里 哪些是利哪些是弊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 其实您现在讲的 这个中芯还是我的客户 是我在中国最大的客户 那这个美中的这个科技战 我想它是从贸易战 金融战 最后面还是 美国能够制裁中国 大概就是用科技战 那事实上 当然像中芯这种公司 或者是 这个中国相关的 这些科技公司 其实它有很多的技术 就基本的技术是 大部分都是美国 那他们大概应用技术是比较好 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 应用技术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说华为 华为的5G 但因为5G它做了很多的模式 我想5年 至少5年内 这个5G的技术 华为是比美国的要好 比美系的要好 但是美系 欧美系的5G应该在 2025年以后 它就会推出6G 推出6G 6G又比5G更强 那个时候大概华为就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美国它就是不希望你比它强 所以你只要是认输了 我就可以放你一码 这个大概是美国的做法 所以这个会不会受到 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 比方说如果是川普连任 或者是拜登当选 我们大概业界里面的推论 业界里面的推论下 比如说川普他就希望复兴美国 让美国更加强大 他所以希望制造 制造都回到美国去制造 如果川普当选 那我想加速大型的企业回到美国 然后把整个供应链拉回美国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肯定 那拜登他当选的话 他的这个做法可能会比较soft一点 比较soft一点 他会不会像川普这样子 我就不敢讲 不敢下定论 这个卢董事长怎么评估 在美中贸易大战之下 尤其是科技战 比方我们说最近在 包括中芯国际 现在也在受到制裁 但其实对台湾的利跟弊之间 比方说联发科 本来也受贿于华为的 那其结果就高通应该是受贿 结果这个竞争之下 那差异呢 对那个美中的贸易战 那就如刚才郭董商 特别提到的 事实上是一个科技战了 那美国希望在科技上能够保持领先 尤其现在因为中国看样子在5G上面 好像领先一样 但是因为5G上面中国是推 它的那个叫sub-6系统 那欧美的话我们是用那个毫米波 叫做millimeter wave 这样的技术是两个技术列有差别了 那但是现在中国的5G的技术如果领先的话 那么以后所有的那个AI IOT 这里面的发展都跟着5G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因此美国不愿意在5G上 能够被中国领先 因为被带动着后面的AI IOT 物联网 这个整个产业都会输掉 那以现在这个美中贸易战争的时候 有人会提到要如何选边站 不过现在以现在的情形 美国又希望制造回美国 也给予回美国制造的产业做好的奖励 所以这是以台商来讲 也应该就是也要注意这种供应链重组 有机会到美国布局的话 那么还是应该做的 因为美国还是一直在科技上领先 但是同样我们原来有在中国 除了有到了东南亚以外 但是中国还是很大的市场 中国还是很大的产值跟科技的大国 所以中国的布局已经在那边的厂商 事实上还是要再加强了 但是相对的轻心 因为是由美中 所以有的要么到美国来投资 有的要么就要加强东南亚的投资 所以很难说单独显一边站 我们台积舰之前也宣布要到美国设厂 你刚才提到 如果说美国要制造 那么这以什么样情况下 台湾是不是其他的厂也会陆续想要到美国去设厂 会 但是不会那么多 那如果农客从台湾或者东南亚 供应给美国的话 那这样的情形会加强 那在美国制造 因为像我在中美金集团的时候 我在美国就有两座厂 一个在德州的Shawman 一个是在密苏里州的St. Peter's 那这两个厂里面雇佣将近1000名员工 那所以本来我们就在美国制造 那你说其他的国内的供应链 例如我又有台特化 特殊气体供应给台积电的7奈米 5奈米 那现在台积电要在亚利桑那去收7奈米 像我这种特殊气体 就不会为了它小的量 而直接又到美国设厂 这样是不make sense 所以我们就会用台湾生产 然后美国做仓储 然后再供应给美国 所以不一定是所有产业 都会跟着到美国去投资 是 不过我想再回到 刚才如果提到说 华为在5G方面 是比较可以显而易见的 但是其实整体来讲 是不是可以说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还是跟台湾比 还是差一大截 还是落后很多 以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是如此 就是说半导体的技术来看 就是说台湾至少领先了中国五个世代 五个世代就等于10到15年 就是中国最先进技术能够做的 就是中心半导体 它也只能够做到14奈米 那也弄了一点点的10奈米 但是台积电已经弄3奈米 然后现在再开发2奈米 我想这个中国能不能够跟得上台积电的技术 我个人肯定20年内大概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因为半导体是 像这个制造IC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一个复杂 但是它常常釜底抽薪 就是挖我们的人才 高阶人才 中阶人才 新进人才都挖 挖了 不是现在才挖 之前就挖了 但是挖了没结果 挖了还是没有结果 因为半导体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就是说你要有很长的经验 那你一个人有很长的经验 底下的人没有很长的经验也不行 台积电作为做那么好 它盖了那么多的新厂 然后每一个厂很快的就能够抽起来 它是两个资深的工程师 来带一个资浅的工程师 但是在中国 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深工程师 就是一个资深工程师 带四个资浅的工程师 虽然那个良率再挖了 就挖不起来 台积电会把他的良率 挖得那么好 其实他在管理系统 刚才讲他的管理系统 做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 不良的因子都考虑过 所以他的人才也充分 那再来我个人在看 就是说台积电会那么强 因为台湾一流的工程师 都往他那边跑 那在中国一流的学生 不见得会往半导体跑 在中国我们在看 很多的一流的孩子 他们其实选择可以 赚更多钱的行业 包括金融业 然后这个 政制 他们都可以很快的获利 因为他当地方官 或者是去金融业服务的话 赚了钱 比他到半导体公司 当工程师好多 所以很难 但是其他的 除了这个产业以外的 如果工序在50以内的话 到中国他很快 他就会学会 因为他的Reverse Engineering很厉害 但是你那个制程 如果不是复杂的 很简单的 50个制程以内 我想我个人是建议 要考虑 很快会被超越 欢迎再回到 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那么我们今天的探讨 其实谈到台湾半导体的生产链 上下游 各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而台湾在整体全球排名 已经世界第二大的半导体 相关的生产国家了 这样看起来 那么我们话说起来 我们也请教我们卢董事长 那么其实我们的 长年以来在讲 台湾的未来的前景 您觉得就是应该以半导体 继续维持我们半导体的优势 继续去发展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科技 还应该发展其他的面向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成功 也带着IT产业 资讯产业 所以有那么多的 不管是nobbook组装 PC的组装 或者手机的组装 都带着起来 但是半导体产业本身 还要继续技术的创新 所以现在像中国十四五里面 它特别被有十四五的规划里面 它要投十兆人民币 在第三代宽平系的 发合物材料 那一样在一个礼拜前 日本也说要投十兆日元 在发展这个第三代 半导体的材料 我想这方面 台湾这个半导体 虽然现在我们是领先 可是早眼未来 那个五年十年以后 如何能够在五G六G的通讯上 这种高频通讯上 有足够的领先的技术 那一样在发展电动车 自驾车 粉电车的时候 有如何能够有更高功力 更高效力 耐更高电压的产品 这时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这个就是Gary Nitrate 就是我们讲的碳发家 以及Silicon Carbide 碳发系 这是变成了各个国家里面 是变成战略的物质 都是要发展的东西 我是希望台湾在 在这一个 这一波里面也能够加强投资 让未来能够领先 各个公司好像各自发展自己的 您刚讲到的这些是 整个半导体相关产业要专精深 这个是不是政府的责任 我想这个产业本身 政府是要协助规划 或者政府要能够协助引导 那产业本身是很清楚 未来没有办法单独 应该要像半导体一样 整个产业链上要非常完整 所以如果发展第三大半导体 一样要从掌筋切割研磨抛光 像凡丘精现在所做的 然后接着我们还要再做 像Gain on Silicone Gain on Silicone Carbide 这样的制程里面 像现在不管像汉磊 或者是凡丘精 或者是夹精也在做的 接着上面金盐厂里面 也有像汉磊或者联电的联营 那等到后面5G的运用上面的时候 在通讯上面的时候 有红结科 然后有文帽 那然后在电动车 汽车上面的话 有蓬城科技 所以这些整个产业 要用系统性的组合起来 打一个群体的转 这样才能够赢 如果个别一段赢 我们都还不会赢 所以政府应该要把 这些大产业的联盟 能够鼓励它组成的更强大 比方说我们谈到 在IC设计 代工制造 晶圆代工 风测等等 我们都有公司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这些公司因为做的成功 就变很有名 但毕竟还不是 比较接近使用者 这一端的品牌 比方说接近使用者 这一端品牌 像Apple 华为 其实台湾似乎在这种使用者端的品牌 好像我们讲了几十年 因为打不响 对 台湾因为中小企业 都是中小企业起家的 台湾真的大型的企业 事实上在海外品牌不高 我想大概有国际品牌 叫做Acer Asus 然后HTC 毕竟以国际的能监督来看 大概一家企业的 大型的企业大概还是能够支撑 但是如果你的怎么讲 这个推波太慢的话 其实很难 我个人的看 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国际化人才 国际行销的人才的赔育 这个还不够 你在看三星 三星它为什么在上一波 它可以做那么好 三星的手机为什么可以卖那么好 三星店子它有一所大学 陈军管大学 然后他们就是招聘 很多后进国家的硕士 来他们那边念博士 或者是大学毕业来 他们那边念硕士 这些后进的国家 非洲 南美 东欧 中东 这些国家到他们那边 还有东南亚 到陈军管大学 念了博士四年 或者留在三星再工作个三年 它只要回到他们的国家 然后它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好像木马图成器一样 它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它就是 推卖三星的商品 我们台湾的政府 大概我们台湾政府 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都靠外贸协会 然后再帮台湾的产业 在世界再努力推广 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是不足的 我们必须要打国家队 也就是说要做产业控股 要做策略联盟 产业控股以后 就是学纽西兰的QE 它只有一个商品 但是有不同的商品 我们应该在台湾 譬如说将来的5G的应用商品 或者是智慧医疗的 台湾的医疗是非常强 所以下一个护国神山 一定就是要会放在 这个大健康产业 那这个大健康产业 就是所有世界的人的健康 我们都能够引爆下去 我知道郭董事长在提倡 这个大健康产业 不过我有很有意思 我们刚刚讲到 如果我们的半导体相关的产业 都应该要做的话 还要再继续专攻精专生 可是其实从业科技 也还发展了最近这几年 球队还有一些食品 生技等于是多角化经营 对 并不是上下游的这种整合 你不是说相关产业的 去多做几种 但你是多角化在经营 我们在多角化上面 垂直的整合我们有在做 垂直有在做 所以我把我过去在做这个厂务 半导体的厂务设施 包括无城市 废水储力 积电这些 公酸系统等等 我们发展到这个循环经济 发展到循环经济 那么这个是垂直的整合 在这一个刚才讲食品 棒球这个 棒球这个是我 当然是现在因为少子化 我必须要有一些人是喜欢运动的 然后他愿意认识我们公司 当我们在培养他能够为国争光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棒球协会的理事 我希望台湾的棒球很强 因为这是国民运动 那这个的目的 其实背后的目的是 让我们的品牌 渐渐的能够深入 非科技业的人 也都能认识从业科技 然后我们在做 B2C的商品的时候 才有办法 让得到他们的认同 好 时间的最后呢 我您简短请教我们 盧董事长 因为您在这半导体业 领导过好几家公司了 而且领域有近似的 也有不一样的 那么台湾未来 十年内的高科技的前景 您怎么样诊断 我认为台湾未来 在高科技上 也是唯一我们能走的路了 所以政府前面所向鼓励的 5G加2的产业 包括绿能产业 这都是对的方向 现在顺下就是 如何集中资源 确实是执行把它做好 所以我想从5G的工业的带动 然后以及国家现在发展的 AI IoT 物联网 或者这一个 就是很多国际也到台湾来 投资这个数据中心 这些 那这些产业本身 还是有很大的需求 那将来呢 你想要台湾要能够有好的 整个产业链还继续成长 就是在通讯方面 以及在电动车 在无人驾驶车上面的零组件上 台湾应该要做好的贡献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两位董事长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非常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